谈到一些什么 气功有很多种 有动功跟进功 那鸿门在这一部分 不练硬气功 我们都是在做一些养生的学功法 养生的功法 我们要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睡觉 运动 饮食 大家都要去重视 然后要减肥也好 要怎么样也好 但是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一点 就是情绪管理 各位有没有讲到情绪上的问题 情绪上的问题 现代人的最大问题是在情绪 但是在少林寺 多少年前 我们所有的前辈都已经看到情绪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练我们的养生的功法 翻开的第一页只有八个字 清静无为 与世无争 各位做得到吗 清静无为 与世无争 他们和尚可以这样讲 我们能这样说吗 和尚做得到吗 清静无为 与世无争 各位身体要健康 要长寿 要活得快乐 活得明亮 要懂得怎么样 情绪观 也就是说不能太高兴 也不能太悲哀 也不能太生气 也不能天天怨恨这个 怨恨那 你练什么功都没用 各位明白我在想法吗 所以老子讲得清静无为 我们到教 到家 都完全接受 我们要做的是情绪观 所以我们在练整个工法 一个要先练心 就是你要 你要什么事情要 我用现在话来讲 就是要慢半拍 人家跟你讲什么话 你要想三秒钟 十秒钟再回答他 你就不会生气 为什么 你想很久 你再想下去 他会以为你赤账 他会以为你这个人是不是赤账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怎么想那么久 但是没有关系 这叫 现在有一阵人家的体型 叫慢活 慢活 所以我们谈到是慢活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是一个理论 就是说 你要懂得情绪管理 清静无为 跟与世无为 那我们在练这个工法的时候 我的师父 他教我的工法 他给我的秘境 来告诉我们 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主力是练心 练气 要把气拉长 所谓气长呢 命就长 有种小鸟 一天心跳一千次 它只活两天就是 那乌龟呢 一分钟只呼吸几次 各位知道吗 乌龟 只有两三次而已 所以它可以千年万年 那这么讲很奇怪 就是你呼吸越慢 是不是活得越久 有没有这个道理 有 因为心脏在跳动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定的数量 因为我们承载的量 就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呼吸 那慢慢呼吸是要练的 你没办法那么久啊 你吸气进来 你出不去 你跌在那边满脸通红 脏的也是怪难受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练 这个练就是怎么练啊 你练就是说 该体分在五个练 规习大法 什么叫规习大法 规习大法可以让你 可以慢慢的看练 规习大法有两种练法 一种是数数目 数数目 就是说你吸一口气进去之后 你就闭气 然后呢 你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五 看你能够数多久 数到憋不住了再慢慢吐出来 然后你会 你数这个数字呢 会越数越长 越数越长 那数到最后呢 你就 潜水下去五分钟再上来 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不能潜下去 一天都不上来 那就挂掉了也不行 所以要练习呢 让自己的气变长 那气要长怎么练呢 各位啊 我们呼吸有两种 一种是胸式的呼吸 一种是腹式的呼吸 那我们练功的人 都是练腹式的 腹式呢 那用胸练的 吸的气比较短 比较少 用腹啊 他练的比较多 那我们练法 也佛教跟道教不一样 佛教在练气的时候呢 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 各位 各位可以坐在那边试试看 你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 那吐气的时候肚子是好下去 但是我们练呢 是吸气的时候收小腹 肚子进去 然后吐气的时候再回来 我们练气是这样 让进去 吸 你坐在那边就可以练了 那我们练 跟刚才那练有什么不一样呢 刚刚那个练法是越练越胖 我们是越练越瘦 为什么 因为你吸气是收小腹 然后那个练气是肚子吐起来 所以呢 所以和尚都是胖胖的 我们道士都是瘦瘦的 哈哈 各位小姐 练气一定要练吸气的时候肚子要吸进去 千万不要堵出来 这是一个动作 好 那龟膝大法就源自于这个原理 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说呢 他这个 援起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利用腹式的呼吸 来练习 那个龟膝大法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蛮简单的 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的手呢 重叠放在你的丹田的位置上 放在你的丹田的位置上 两个手重叠放在你的丹田的位置上 那呢 吸气的时候很自然的吸气到丹田 那吐气的时候呢 就慢慢的往前 往前弯下去 弯到四十五度角 然后把气把它吐掉 把它吐掉 好 起来的时候是吸气 那慢慢的往下去 那因为你这样你这样下去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龟背 这个龟背 这个龟背呢 有助于你将来对于 韧脉跟多脉的循环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各位不懂得怎么去运作 所以我们来练习这个动作 吸气的时候 吸在丹田 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往前弯 然后就把气吐出去 吸气的时候刚刚讲的 是要吸小腹 不要凸小腹 好不好 那记得这样一个原则呢 这是初步的要练习 一下这样一个动作 因为这个龟背 我们练武功 是要练这个龟背的动作 因为这个龟背的 因为我们的肺部的这个 这个韧脉跟这个毒脉 你很难去动到它 那你气要循环 我们那个 吴昌心理事长最厉害 我有时候偷偷地学他的功夫 你知道吗 他就最厉害 那你们各位这样练习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气 那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们气 怎么去运作 我们练气功第一步呢 第一步是要氧气 为什么要氧气呢 我们气不足 中气不足也好 或者整个不足也好 那气要怎么氧呢 你要常常练习 複式的呼吸 因为我们用肺来吸气呢 气的不够 用複式呼吸气 氧气会多 尤其是我们抽烟的朋友 你一定在缺氧状态 因为我们吸进来的氧 有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跟氧化氮结合 从鼻子出去变成氧化氮 一个是跟H2O结合变成水 大小便排出去 所以我们一不吸气 人很快就会死掉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 有一氧化氮 跟重金属的氢 要排出去 所以我们需要氧 那抽烟的人 他要燃烧 他也需要氧 所以他永远在缺氧状态 所以我们练气功的人 就会比别人多氧 当你的氧气 比别人多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气血的循环就会好 那女生就会有养生跟美容 男生就会经历跟旺盛 当你的气血循环好的时候 你自然 新陈代谢就会变快 就会变快 那我们不管年纪大跟小 练气跟氧气 很重要 第一个 氧气 要把你的气 就跟打气一样把它打住 第二个 要练这个气 怎么去用它 第三个 才要运气 运这个气 走到任督耳脉 走到起经拔脉 你要运这个气 首先要氧 各位现在开始就要氧气 就是慢慢要拿个打气筒 把自己打打打打 把自己气把它打起来 让自己呢 气会饱满 要除 但是各位 我在跟各位讲说 各位一定要知道 清静无为 跟与世无真的 这样一个真理 也就是说 告诉各位 所以凡事不要太过高太低 喜怒哀乐都要取综合 所以孔夫子说 无道一以万之 就是一个取一个中间的综合 只要我们能够平衡 隐私也要平衡 讨论事情也不要太超过 也不要太生气 也是要平衡 情绪的平衡 所以你就很多的症状都没有 那我们在练养生的 这一个功法 少林式的功法 只有几个氧气 烈气 跟运气 然后呢 就那八个字 清静无为 跟与世无生 各位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但是我今天把我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好 情绪上的问题 请大家要注意 要管控自己的情绪 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一生气 是最糟糕的事情 大家尽量慢慢的 慢慢的 让步伐放慢 凡次的回来 当然 运动 饮食睡觉都很重要 那我现在谈的是 情绪的问题 所以在我们少林式的 养生方法 是注重练心 因为我们有分内功跟外功 外功是武打 打的 硬功波 那练内功的时候 全部都是静心 那你们能够打坐吗 能够坐在那边都不动吗 能够让自己 亲情放一样放松吗 到最后 你就进入一个 哈帕波的一个 平稳的一个时期 就进入一个催眠的一个时期 当你在那个时期之后呢 非常非常平静 而且呢 所有的修补作用 都在那个时候在修补 所以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当你在平静的时候 就是修补 为什么要睡觉 就是这个时期 睡不好的人 一定修补的不好 睡得好的人一定修补的 所以我在这边呢 把我的个人练功的心得 跟大家做报告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大家活得健康 活得久 活得享受 也要活得明亮 很漂亮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的礼品 谢谢啊 今天耳目一些啊 很多大概从来没听过的密心呢 是不是 那我们刚刚念那个口诀啊 现在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遇到打劫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练 然后万一记不得手机录起来啊 先请他等一下 然后放给他听 然后他问你大哥是谁啊 你千万不要讲孙中山 那孙中山是大宏贵 那那个因为他大家都知道 他现在已经在天上做神了嘛 那你还讲他就不行啊 是不是 那就要讲刘佩勋 哈哈哈哈 像我们国际 国际鸿门总会的这个主席 好不好 今天真的非常荣幸 能够请他来为我们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目前的鸿门来讲 我听的蛮特别的 就是讲的非常清晰 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了解这里面这么清楚 第二个鸿门的这个养生宝剑呢 我发觉到其实我们真的是无道一以贯之啊 就像那个少林的也是讲身心灵 我刚刚听也是讲身心灵 事实上他的那个气的融合嘛 讲中医的精神事实上就是心灵 然后再配合上养生 非常热气 也就是耗然正气啊 那就是整个身心灵 往正向的发展 那真的是非常感恩 谢谢 谢谢 我来问你 我来你 要 咱 咱 谢谢大家